在曼林与牛卡斯尔的比赛前,主帅穆里尼奥被看好下课,他与多名弟子的关系,据说达到了破裂的临界点。 其中,马夏尔、伯格巴和桑切斯,无疑是与木帅脑不合传的最猛的三人,因为关于曼林球员想要做掉木帅的报道也有不少,但是事证明红膜并不存在内鬼,球员没有故意踢得糟糕让尿书下课的意图。 本场曼林能在0比2落后之下大逆转,马夏尔、桑切斯和伯格巴都功不可没,比分直到下半场将近65分钟,依然是曼林0比2落后,此时木帅已经用掉两个换人名额,但他毅然决定甩出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。 唯一的问题是,这人离他足足40码人,直立边风阿莱克西斯·桑切斯正在底线附近热身,因此木帅不得不将声量提到最高,高海曼联7号的名字。 他的喊声在直播画面,中都清晰可闻,阿莱克西斯,阿莱克西斯,桑切斯听了主帅的呼唤后,迅速转身重回教练席,在老特拉福德的台阶上已经互不及待脱掉了。 外衣,露出曾经神奇,如今却被炒网的曼联7号球衣,随后他替补登场,换下拉福德,在仿切斯出场后,曼联迅速将优势转化为进球,直立边风是晃一枪,掩护马塔左脚任一球直接破门,将比分半为1-2,而为曼联赢了这力任一球的不是别人,正是另一个跟木帅曾经闹矛盾的马夏尔。 随后,马夏尔左路策动进攻,与伯格巴进行巧妙配合后,内接入禁区高右脚低射,为曼联斑平比分。 而当比赛进入捕食阶段时,伯格巴将皮球分给右路下底的艾什利杨、杨教授传中到门前,马夏尔和桑切斯双轨开门,最终直立边风投球冲顶,攻入个人三月份以来的第一力入球。 叶器红魔实现大逆转,场边的木帅阵地高呼,他高兴得恐怕不只是胜利。 还有曼联球员对他的支持,本场比赛下半场,在埃里克巴伊和麦克托尼内相继被换下后,马蒂奇改打中位。 而8980先生伯格巴许多时候,也出现在中后卫的位置,他为球队的利益牺牲了自己个人表演的欲望。 如果这种情况能继续保持,麦连牛转不利局势并非没有希望,本场取胜后,木帅单可成功去命,避免短时间内下课。 但国际在日后,语气二息,游文图斯,麦长等豪门的英超,欧怪大战,可能将直接决定他本赛级的成百。